你可别学 韩山会杀人的 关他什么事 总之你乖乖听话养伤 不要戳妖蛾子 保命 那你呢 别以为我昨天受到伤就没瞧见 有个小将军 可是跟你拉拉扯扯的 他呀 他就是个缺心哑的 已经回到了家的康乐 打了一个大喷嚏 楼翼和慕纯青昨天晚上折腾得挺晚 今天都没起来 等洗漱完都该吃午饭了 大家凑在一起吃饭 小莲 你尝尝这个西瓜 可甜了 你吃了 没吃 都给你留着 西瓜在云州是稀罕东西 他可舍不得吃 没吃你怎么知道可甜了 我 我瞧着这么红 猜着肯定特别的甜 唉 真好啊 这个年纪了 还有男人追求 你还想让谁追求你啊 反正不是你 一样都是武将 你瞧瞧人家方将军 多细心 多起见 哪像你一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 我怎么就不会了 老方 先解一块西瓜 给夫人吃吧 你也解解渴 你沉心气我是不是 我现在怀着身孕 不能吃冰西瓜 这是谁说的 二叔 是真的 我拿有一本小册子 上面记着孕妇忌口的东西 等一会儿 我拿给二叔看看 你好好学习一下 还不如自己侄子 楼启明就这么被方存生和楼义比较成了大老粗 方叔 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一切都听世子飞的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嗯 我想成立一个标局 方叔愿意干嘛 开标局 这都是拿命挣钱 也挣不了多少 你们不是不缺钱吗 怎么想起来开标局了 不接外单 只有我们自己用 你打算用来干什么 运银子 这得多少银子运 才需要成立一个标局啊